這個球點了 點成了小飛球 郭聚齡自己撲下去 把這個飛球給接到手 郭聚齡今天很拚齁 奮力一撲齁 Nice catch 所以 岳振華觸及失敗 這也算是投手的一個美技齁 今天 岳振華怎麼打 過不了郭聚齡這條線了 我再看一次 其實他也是非常積極要下球 現在對投手來講差不多 只要看到有人短棒比出來 球投完之後都有一點會往本壘這方向來做防守 八局 今天第八局 來上演 林凱衛也是中華職棒史上第978位上場的本土投手 第一顆球很有紀念價值 要歸還給球團 也歡迎 林凱衛 回到我們中職 本季在二軍出賽過兩場 1.2局被打三支單打 背上的率是1.80 這顆球來到了一百五十一公里 一好一壞 當然林凱衛的訴求 毋庸置疑是蠻快的 但我們還是要觀察他的控球能力 評價非常高的一顆滑球 對 速度也很快 結線這一棒打左半邊 但是還是沒有落地 連續的四顆壞球保送了林凱衛 這個打擊看起來是在測試主審的好球帶 當然今天稍微偏高一點的 進了一點的球 今天的主審裁判 比較沒有那麼喜好 135公里 3.2 3.2 3.2 兩好兩壞情況之下 林凱衛這一棒打成了一個直上直下的飛球 在內野上方 衝天炮遭到的接殺 也有可能跟武渡分擔第九局 對 兩好球情況之下 林凱衛用他招牌的滑球 也在他的初端板 投出了中職生涯的首K 三陣掉的是非常有經驗的陳庸基 結束了在八局下半同志對進攻 無功而返 以他打擊狀況來看的話 仍然是保持得非常不錯 來看一下這一棒飛行的距離 夠不夠遠呢 在右外野方下出去了 滿棒棒 林志勝 今年球季的第六紅 職棒生涯第295發 紅布浪11發 Grancelade 會球隊4比0領先 看到這種擊球的感覺 一打出去 林志勝就知道應該有機會了 確實他的力量的 這種釋放還是維持得很好 你看已經有一點年紀 還有辦法揮進這種反方向的全雷達 這個球其實還飛得滿遠的 距離三百紅更近一步 林志勝 最近的一發滿罐炮 出現在去年球季的最後一場比賽 當時是面對樂天的真人殼 在中繼球場 集出了大滿罐 這個球女很厲害 這個變化球 林志勝打穿了中間防線 安打 但是你發現他前掛角跨出去 那球開始往下掉 他重心幾乎都沒有往前 掉的已經是夠低了 如果硬要挑剔的話 大概就是跑到比較中間 對 身體的攻擊這種角度 都維持得很好 兩出局後 林志勝擊出了單場個人的第二支安打 接起來的球迷 這個球同樣是打下了右半邊 又是一支安打 單場四支三了 感覺真的好 這個球跟他打全力打的位置 其實還蠻類似的